我是邦一位成员 然后他是来自S队的 你猜是谁?不用你猜我来说 来自S队的段一璇 这是他昨天凌晨5点42分发给我的 还有表情包 好我要开始念哦 祝宋欣然然 因为一些安排的冲突 不能够参加你的生日公养了 很抱歉 抱抱你下次一定补烧哦 今天我们冉然宝贝的演出一定超级精彩吧 隔空给你鼓掌哦 其实认识你很长很长时间了 第一次对你产生印象是我们在17年B50演唱会上一起合作的再见制服 那是我第一次Unit表演者的身份参加金曲演唱会 我们一起 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前辈你带着小后背舞 坐在舞台的侧边位置上等后彩排 舞台的光映在你脸上 忽闪忽闪的 我那个时候看着你就一直在想 这个前辈是个怎么样的女孩子呢 如果我们变亲近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 后来就是我们一起去日本拍摄MV了 好像是从这次开始慢慢熟悉了起来呢 你可能 你当时可能是一个很怕生的小女孩 我们分房间的时候 你突然抓着我的手跟我说 段玄你跟我住吧 你一定不记得了 你当时声音里面甚至还带着一些哭腔 真的吗 我是这样子的人吗 我是这样子的人 她下雨就是说你一定不记得了 但是这样怎么能够拒绝呢 于是我大手一挥 把单人房卡跟人交换了 骑着行李箱 屁天屁天地跟着你进了我们的新房间 对好像本来她当时可以住单间 但是当时就是我找到说肉 然后我们就一起住啦 天天天 我们就一起住 我是很需要被需要的感觉 在相处里面被需要了 我才会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会很幸福 会很开心 所以我现在都还记得那天我超级开心 房间真的很小 我们俩把茶几什么的 搬来搬去换了很多种形状 搞了很久 才把两个人的行李箱都找到了位置放好 但是还是很开心 那时候的我们即使在房间里各玩各的手机 但是我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 一定都会被回答 我随口哼出来的歌 你也一定会和我一起复合 我随口讲的玩笑话 再尬你也会陪着我一起笑 在相处中让人有敢说话的勇气 这真的是很治愈人的能力 谢谢你哦 还记得我们一起夜游 一起逛便利店买布丁 你帮我压住快要被风吹 你帮我压住快要被风吹雨走的帽子 回了房间还要嘲笑我 泡澡的时候很短很没用 那时候我很喜欢 那时候我很喜欢听的一首歌 你评价说听起来会很难过 但是还是每天都会跟我一起听 并且在我无限单曲循环的时候 跟着手机一起哼出它的调调 谢谢你哦 哇它真的有好多红心爱心 给你加了好多一摸鸡 那几天呢 是有体验 让我17年的那个疑问终于有了解答 跟你亲近起来的样子 逐渐有了具体的形状 然后就是在节目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在隔连阳台小房间里 你也是那样拉着我的手 让我不要走陪陪你 那个时候真的一下子 心软软的要命 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好像看起来力量都很弱小 但是也是那个时候真的突然就有了 妈呀我好感动啊 没有 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好像看起来力量都很弱小 但是也是那个时候真的突然就有了 如果我可以变强大 我很想要保护你这种想法 帮帮牛 后来就是我来上海了 相处的时间也变得多了起来 和你亲近起来的样子 这个形状也越来越清晰了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 原来你不仅仅是可以给我带来 被需要到而产生的幸福的感觉 在我需要的时候 你也会尽量填补我的需要 这也是超级幸福的事情 就算是第二天有戏 也会尽可能陪着我 什么也不说 直到要离开了才告诉我 我对一些事情焦虑 担忧的时候 会跟我分享你的经验 安抚我的情绪 很多的事情会害怕我 不好意思张口 甚至会主动说出来 你可以帮我 真的谢谢你 我好期待和你变亲密的样子 这个形状 更加更加更加清晰的时候呢 所以你要多多来找我玩 孤独的时候来找我 我会陪你玩 委屈的时候来找我 我会安慰你 烦恼的时候来找我 我们一起解决 生日快乐 以后也要更亲密哦 好 以后要更亲密哦 好 以后要更亲密哦 谢谢段珠珠 还有好多那个 衣摩基都是红星 全部都是红星 表达了他的一片真心 谢谢你 想你想你 到时候等你那个 身体好了之后 我们再 相约 好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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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哈哈哈 时间见智啦 我吧